各位,我是華哥,呂志華 今日大家看到,我身處的環境是很不同的 這裏相當之優雅 原因是,我現在在迪士尼酒店裏放假 但我也希望,我一邊放假一邊 也能夠及時和大家分析一下這些國際事件 好了,今日我想說的事件 就是美國現在這個暴動一路蔓延開去 不但美國全國家38個州出現暴動 甚至五眼聯盟和歐洲很多國家都出現類似的示威 大家都在聲援美國黑人方面的暴動 究竟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好了,亞洲地方似乎又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了 我現在想和大家分析一下過鐘的情況 在我未踏正題之前 希望大家能夠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鈴鐺 以及將我這條片廣傳開去 多謝各位 最近美國方面是因為一個黑人被一個白人警察意外 導致身亡 而引發全國的暴動示威 這個暴動的示威浪潮迅速蔓延美國三十多個州 現在除了美國之外 更加在其他國家 例如加拿大以及歐洲 很多國家都出現類似的示威 大家都在聲援美國黑人 無端端被白人警察殺死 為何這個暴動會迅速蔓延到全球各地呢 我相信最大原因是 因為美國和歐洲很多國家 都是同一個種族 大家的價值觀 甚至大家的意識形態 都是相當接近的 大家都不滿意美國有強烈的種族歧視情形存在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情況 於是就紛紛在不同國家發起示威 去聲援這個無辜死亡的黑人 好了 除了這個之外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最近來說 在全世界陸續爆發 而在歐洲和美國 情況特別嚴重 新冠疫情是令到歐洲很多國家 和美國方面都是 經濟活動全面停頓 而一般來說 歐美國家國民的儲蓄較低 大家都是要不斷地去工作 才可以維持到生計 現在首庭就會口庭 再加上缺乏了儲蓄 所以他們的生活 在目前的新冠肺炎之下 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 雖然每個國家政府都立即施以援手 但對他們的幫助未必是這麼大 尤其是如果他們復工的時間越長 我相信那些國民對政府更加不滿 不滿情緒可能會反射到今次示威方面 所以令到大家都走上街頭 他們可能是因為黑人意外死亡 而出來示威 但亦都有機會發洩心中的不滿 因為這幾個月來 新冠肺炎疫情令到他們的生活相當困苦 現在我想說 為何美國黑人示威暴動 並沒有蔓延到亞洲各國 可以大家看到 亞洲國家方面 大家的種族完全不同 所以我們的價值觀和他們未必相同 雖然我們都是反對種族歧視 但我們未必是像他們那樣 感覺那麼強烈 亦沒有恥呼之痛 所以亞洲地區的國民相對來說 對事件的反應較為溫和一點 再加上大家可以看到 今次的新冠疫情 在亞洲地區方面相對 事約較為輕微 亞洲國家的疫情相對歐美來說 較為輕微很多 另外亞洲國家的國民 一般來說儲蓄率相當之高 所以目前受到新冠疫情影響 可能大家不能夠開工 但對大部分亞洲國民來說 未必會有太沉重的打擊 相對歐美國家的國民來說 可能打擊較為輕些 所以大家對這個社會的不滿情緒 亦是較為溫和 亦都令到為何他們並沒有連鎖性影響 並沒有因為美國黑人的暴動 而蔓延到亞洲方面 我相信這點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好了 今次美國這個暴動 有很多人認為 就是香港去年反修例暴動的情況 現在反射到美國 以及美國那些黑人的示威 模仿香港那幫暴徒所做的事 究竟情況是否呢 我又覺得未必是一樣 雖然這次來說大家可以看到 美國黑人的暴動方面 搶掠的事件是很嚴重的 這點來說最主要是因為 黑人相對較為貧困 所以在目前的情況之下 他們的搶掠 是因為生計和香港不同 香港雖然並沒有在超市方面大肆搶掠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香港那些暴徒 亦都作出相同的行為 例如較早前 即去年年底 但是當暴動最激烈的時候 大家都聽到一些新聞 有些暴徒設下路障 去勒索一些車主 另外香港的暴徒 大家可以看到 在暴動期間 所訂出的汽油彈 是相當之多的 和他們的裝備 亦都相當之充足 例如那些暴徒 所穿的差不多可以說 是清一色的制服 是黑衣、黑暴蒙頭 以及戴頭盔 大家可以看到 他們的組織性和資源 是教黑人更加多 所以如果大家認為 美國黑人今次的示威暴動 是模仿香港的暴徒 這一點來說 也不相似 因為他們在資源上 和他們組織上 是沒有香港這班暴徒 是這麼有組織性 以及這麼有紀律性的 好了 我們再說回 究竟兩地政府 如何處理今次的暴動示威 大家可以看到 香港政府 是對這班暴徒 對整個反修例的暴動以來 一直採取是剋制的態度 一直採取是容忍的態度 以及特區政府 一直等事件 慢慢慢慢去淡化 以及慢慢利用了 中國人所說 一股作氣 再而衰 三而揭 這個方法 令暴徒自己來講 內部消耗 慢慢消耗 最後才將他們一網打盡 但相反 我們看回美國政府 當這個示威暴動一開始 他們已經利用相當強硬的手段 去鎮壓他們 甚至較早前已經說過 他們會出動國民警衛軍 去對付這班示威人士 大家可以看到 兩地政府所處理的手段 真的有很大的不同 香港是屬於懷柔的 而特朗普政府 是屬於強硬的 同性的 以及不顧一切手法去做 西方國家 特朗普一直批評香港政府 對待所謂的和理非示威者 他說香港政府 香港警察 那個手法 就是用太大的武力 他認為不應該這樣 去對待這班和平示威者 但他們講一套做一套 他們對著自己的示威者 手法強硬過香港特區政府 十倍八倍 究竟這件事怎樣去完結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香港政府現在目前 可以說已經大致上 將整個暴動平息了 而法國較早前 亦出現了黃背心運動 到現在來說 整個運動亦平靜下來 兩地政府都用了一個方法 就是將事件慢慢慢慢拖下去 讓事件本身來講去緩和 讓事件經過時間 慢慢慢慢去靜止下來 但美國政府現在用這麼強硬的手法 我相信是有機會適得其反 目前這個國際亂局 令我想起毛澤東曾經寫過一決詞 這決詞的詞牌叫做滿江紅和國沒躍同志 裏面有兩句話就是這樣說 四海翻騰雲水路 五洲震蕩風雷激 好了 大家看看 目前美國社會的情況 以及目前整個世界的亂局 和毛澤東所寫的兩句詞 是否很相似 多謝各位 我們下次再見